我們現在來試看看兩個裝置互動喔 就是一個提供三色LED 一個提供這個 你看一下這裡 你看我們先看這個積木這邊 有沒有 一個負責提供這個傳感器 一個呢負責提供三色LED 記得喔 我們Smart上面的那個LED 請問要用哪一個 是不是叫三色共鷹的這個 要注意一下喔 這個積木要選對喔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積木叫做什麼 當開發板串連完成 什麼叫串連 你看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把這個串連勾起來 有沒有 有勾起來 如果這裡沒有勾起來 他們兩個就可以溝通 就可以對話 表示說我跟你的電話線已經接通了 已經接通了 所以這個積木就代表說 如果這兩個裝置都有在線上的時候 他就會負責幫我們做溝通 那你看 我們在這裡就說 欸 我有一個超音波 喔 多久 攝取一次 那麼 如果超音波的距離 有沒有 如果超音波距離 小於多少的時候 我的 LED燈 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叫RGB LED 這個名字 喔 他就會亮起來 他就會亮起來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人要跟我玩一下 你可以先打開這個 先玩看看也可以 有沒有誰的ID 要借我一下 有嗎 我的LED燈借你好了 好不好 我的LED燈借你 好的 那你來看看 你的距離 我的LED燈在這邊 好 那我這邊play一下囉 我這邊play一下 喔 有沒有亮起來 距離比較小 我們現在距離是小於15 就會亮起來喔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比較遠 是不是就關掉了 這個這樣子叫我們倒車雷達 所以你用風鳴器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看現在的測的數據有沒有 嘿 那這個當開發板串接完成 這個積木在哪裡 老師跟你講一下在這邊 在開發板這裡面 這個積木在這邊 你看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在這邊 所以呢你記得喔 這兩個也要勾起來喔 串連喔 你有勾起來他才可以怎麼樣 兩個板子 才可以做溝通 請問三個板子 三個同學可不可以一起玩 請問三個同學可不可以一起玩 一個提供 風鳴器 一個提供 三色LED 一個提供 超音波 可不可以三個一起玩 可以啊 你要不要試試看看 三個的話就有三個什麼 是不是有三個這個開發板 你看 一樣的 你只要把 裝置 改一下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試看看喔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把它寫一下齁 來 我這邊我再加一個進來好了齁 我再加一個板子進來 你看 我來 我來 找一個 風鳴器 待會我看一下誰的風鳴器要借用一下 好你看 我先把它拉開一點點 我現在有三個 一樣串連起來 好 一樣把它串連起來 那 一樣的 如果它是紅色的時候我就告訴它 欸 我的風鳴器 我要播放什麼 比如說我們播放一個這個好了齁 用 風鳴器 這裡我就加在這邊 用風鳴器 我們來順便播放一個聲音 這樣 可以嗎 來 看誰要借我風鳴器 那我現在呢 已經有 老師有提供這個風鳴器了齁 那我就先執行一下囉 來來 剛剛那位同學 剛剛那位同學 請你的風鳴那個 擦音波 測一下 有數值 有聽到聲音嗎 有開始播了 各位有聽到了齁 所以 十個可不可以 全班一起玩都可以啦齁 只是說 你就看你有 有沒有拿幾個 那這邊啊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稍微補充一個齁 因為 我們這個 在這邊 播放這個聲音的時候啊 有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的音樂是比較長的 假設 他現在距離小於15 是不是就播了 但是萬一你還沒有播完 然後呢 他又那個距離又到了 這樣兩個會打架喔 所以這邊老師補充一下齁 你如果進到我們上一次的那個 簡報裡面的話 老師有補充一個 在那個簡報的第7頁這裡 這是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的 上禮拜 是不是GG點GG 然後今天的那一天的日期 對不對 上個禮拜的第7頁老師補充一個 就是 如果說你的播放聲音比較長的話 最好加上一個這個 因為我上次我發現就是同學 如果你沒有加上這個判斷的話 他變成他還在播放中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 會打架 所以有可能你的播放就失敗了 播放就失敗了 所以我們可以多一個判斷 就是說他的封名器有沒有 還在怎麼樣 還在播放 如果還在播放的話 我就不繼續播放新的 讓舊的播完 所以這邊有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 加上一個如果的判斷 好如果的判斷 那我這邊呢 就來這邊 加上一個 流程的 如果 什麼事情 好 如果 我們的這個 還有在播放的話 等一下 這裡拉出來 這個疊上去 好 在這邊 像這樣子 我們先 這樣 那我就找到這個封名器裡面 先判斷他 是不是有 停止 好 那如果他有停止的 我才播放這個音樂 這樣你了解嗎 來 我們再試看看好不好 給同學 試一下囉 來你的超音波 哦 九九 九五 有聽到聲音嗎 你有聽到老師後面的聲音嗎 你要想辦法 那小於十五才有啊 不然不會唱歌啊 哈哈 有嗎 還沒小於十五 你把它擋一下吧 好 所以各位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我們多個裝置 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那又把我們以前 學過的東西 是不是都可以串接在一起